你渴望擁有朋友嗎? 你渴望脫離邊緣人嗎? 就算在FB發文取暖也不會有人理你嗎? 從現在開始你不必再感到孤單 說話說得好 動物就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Minecraft最新1.12版本加入了鸚鵡好友系統 你想要有5隻鸚鵡 10隻鸚鵡 50隻鸚鵡 都沒有問題 讓你在Minecraft的世界裡頭得到溫暖 一天一麥塊 Minecraft甚至還有獨創的夯歌系統 說話說得好 朋友交不成就有賄賂的吧 只要為是這些鸚鵡餅乾 他們就能永遠跟著你 陪你遊山玩水 想去哪就去哪 總是羨慕那些夯歌夯姐嗎? 沒有問題 只要有心 人人都能是夯歌夯姐 一天一麥塊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紙片模型 歡迎來到一天一麥塊 Minecraft在4月1日日間 當天推出了1.12測試版10期 CW13A的更新 最大最大的更新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鸚鵡啦 在最新的版本之中 似乎可以在叢林找到鸚鵡 並且可以用餅乾 馴服他們 這樣他們就會讓你為主人囉 我們之前還有提過 在上一個測試版本當中 新增了很多的特殊方塊 包含新的沙子 新的硬化黏土 還有新的超級漂亮的陶瓷� 但是呢 我們忘記提到的合成表 這邊補上 其實只要拿出沙 礫石還有染料 就可以做出新的沙子 讓這個沙子碰到水 就會變成硬化黏土 再把硬化黏土拿去燒 就會變成陶瓷磚囉 另外還有一個對建築者非常好用的改動 就是我們的畫 畫變得可以根據牆壁的大小而改變了 本來畫放上去之後呢 它的大小是隨機的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背景如果只有放一個牆壁 那它就只會生成一個大小 如果放兩個牆壁 它就只會生成兩個大小 所以如法炮製喔 如果你想要生成四個大小的話 就放上四個方塊的牆壁吧 上次的最後我們也有提到 Modron非常喜歡把模組的東西 給加到遊戲裡面喔 上次已經出現了一個犧牲者 叫做NEI 這次呢 則是我們的合成表模組 現在我們打開工作欄 上面就會有合成表合一點 它會根據我們成長的東西 告訴我們有哪些東西可以做 除此之外 成就系統也進行了更新 並且據說喔 喔 只是據說喔 未來開發者也可以自訂成就 我想這個對於地圖製作者來說 應該非常有幫助嘛 在物品欄之中 我們也找到了一個 叫做knowledgebook的書 目前功用還不確定 但最後提醒各位 如果你喜歡 一天一minecraft的話 別忘記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 這樣子出新影片的時候 紙片就會告訴你囉 瞎